《符笨置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Couch片與大片 又是我 方春明做大家的主持 今天分兩部分主要說 大家已經看到的那範圍 就是要說一些生命樹 因為我反思法國自己說得不太好 希望今次再說多次 究竟生命樹有什麼問題 第二點就是 會說另一部電影 就是法國的一套電影 是經典來的 影響了吳宇森和杜琪峰的一套電影 就是叫做《紅圈》 我不懂怎樣讀法文 下面有兩個不知什麼鬼 大家不要以為是 想歪了是女性的恐怖 待會兒可能要講解一些圖示 說回生命樹 其實可以這樣說 透過生命樹 我們可以發覺到 現在整個人類的精神 已經陷入了一種瘟疫的時代 可以用類似這個 有一個哲學家叫企克果 他講過一個概念叫致死疾病 其實這個疾病 這個概念不是什麼新鮮事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詮釋這個聖經的某個章節的一個小故事 就是耶穌將一個死了的人自回活 最後他突然之間 這個大家如果是一個信徒的話 或是一個很好奇心寵的人 有看這個聖經 大概記得有這個故事 詳細的東西我都不太清楚 我沒有什麼印象 那什麼叫致死疾病呢 就是有一種疾病 疾病就離蠻住這個社會 但是它對身體沒有一個致死性 因為它是不會對這種病症 對有機體沒有任何傷害 但是這個正正就是 成為了一個現代人類的噩耗 因為正正就是人已經活在一個完全 在一個精神上空泛的一個時代底下 而且又經歷到沒有任何挫折 以及一些大激動的事件 如果你可以這樣看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看2012的災難片呢 而且當日本的災難發生的時候 大家又會對日本表現那種團結 而感到很有恩惠的時候 已經知道精神貧乏到一個點 就是希望透過一些災難 或者一些更加巨型的事件 令到原本很貧乏的一刻的人類 可以團結回來 其實人類的精神狀態 已經去到一個最貧乏的狀態 這是根本一個瘟疫 每個人都可以說 已經感染了這種疾病 為什麼無端端我要 好像有一個淫屍作對 透過這個生命樹 其實生命樹的邏輯是符合 剛才我所說的邏輯的 生命樹之後 上一集之後 網上和所謂的香港本地的影評圈子 都讓我喝一口 開始土珠不佛 有兩股勢力 一股就說 這套東西是讚揚這個大白總主要 為什麼呢 因為整套戲的視點 完全只是針對在一個白人家庭上 甚至乎去到最後 我穿拳 甚至乎 都不是一些什麼拳 因為這套戲的劇情根本 可以說是零 最後突然之間 耶穌出 不是耶穌 總之是有個神聖時刻 發覺到 在神聖光環裏面 有很多人都得到救贖 所謂的 感到愛 但是裡面發覺 一個白黑種人 或者白種人以外的人種 是沒有的 只有白種人 當然有很多意義 甚至乎有很多人都說 其實這套東西是很簡單 而不是涉及民族性的東西 只不過是用了作者本人的視點 正如一套 像你對於ETV的一種批判一樣 你不可能要一個作品 先天地去到所有污垢 因為始終那個作者本人 有一個視點 他一定是受限的 例如他生活的時代 他只是活下一個白人的陣 只有白人的陣 剛剛很興奮 可能那時候是黑人民主 即美國黑人的人權運動 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忠實自己的視野 為何你又要突然批評他 但這不是正正可以批評一點 這是一個對於我剛才所說的看法 另一種批評 正正因為他沒有很 這就是正正他的價值所在 如果他的視野是受限的 而你認為他那種受限的視野 是忽視了某些部分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 你就是要透過批評他 去得到一些其他的 或者是更遠超這種受限的結果的一些價值 那說回《心明樹》的一些比較普遍的評價 其實很多人都 對於普遍地稱讚這套戲的人 都是覺得 其實這套戲不需要太多的 所謂的人生經驗 去理解的一套戲 為何會這樣說呢 就是有很多戲 譬如我所說的那套紅圈 很多所謂自稱是資深影迷 都會覺得 待會那套紅圈 所要交代的紅圈 可能對一些所謂的初 為何有加所謂 其實是 因為這個是那班自稱 資深影迷的人的視野 即是他們認為 所謂的初學者 不太觸摸到電影語言的話 是不太了解的 你一定要證明在電影語言比較久 你才可以了解到究竟 那個紅圈想拍些甚麼 透過電影語言 他們認為生命樹不需要這些東西 是一個很純粹很純真的一套戲 正正因為這一點 一定要提出一種意義 因為如果你放回整個 去整個基督教的地區 可能有很多人都會很認同 裡面電影所交代的一些教義 甚至一些價值 譬如最最後的基督的向善 在基督的圍道之下的一種向善的救贖 即是他不分這個缺續 而每個只要你是信耶穌基督的人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靈 那些甚麼靈 那些主持類的 但是 其實他正正 他只不過是把整 其實就是剛剛好 這套戲實在太過簡易 根本他所交代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你暈 他又將那個價值暈帶去看 即是他將一些最 可以這樣說 是一些最初等 或者最原始的家庭的小事 放入了這個 用來去喘息 或者去交代整個基督教的價值觀 所以正正是這樣 可能在很多基督教區 甚至乎在美國的一些黑人的貧民區 可能都會不太認同這套戲 因為他發覺到正如我剛才交代所說 導演的處理是不夠普世的 他還是把他的視野收集在自己的家庭 那種血族關係 如果一些價值只不過是在一些原始 或者是一些最初等的出現情況之下 是被保留 譬如一些血族的人才可以得到這些價值 其實是不夠普世 也不夠普及 因為我們所謂的一個普及性 其實應該是要普遍整個 所有這個世界裏面的所有東西 這才是正正的一個普世 涉及到普世維道的事物 在這一點 其實有一套車田正美 車田正美就是一個日本的漫畫家 他的著名作品就是《聖鬥時星馳》 他還有一個漫畫作品 而變成卡通片 都比較出名 但在香港可能就不太出名 就是《BTX》 即是香港都有照片 叫做江家神兵 在這套卡通裡面 其實已經可以這樣說 對於生命史是有一種超越的視野 不如我交代一下故事 車田正美的這套PDX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在一個虛構的世界裏面 最主要來說 有一班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普通市民做奴隸 另一種就是可以操控一些機甲 但那種戰鬥物種 即是他們將機械 整成一些戰鬥動物 那些機械物種 只是受命於一些貴族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原來那種機械人 是用一種血統的方式去運作 譬如你一開始跟那個機械人 達成一個血紋 即是你滴血下去 他就吸取你的DNA 以及分析的報告 他永遠聽命於你 整個世界就是那幫奴隸 被那些有權力去操控機械人的人 可以這樣說 就欺壓和統治 但是主角 我忘了這個名字 主角曾經救過一個機械人戰士 而不知怎樣輾轉反間 他又被機械人戰士救回 諸如此類 將他某些血輸入了在那個男主角 大概又是18年後 一條好漢 即是說到那個男主角大了之後 就因為一些事 他就召喚了原本屬於他之前被救的 那個機械人戰士的一個機械馬 還是不知何差 一開始那隻馬 為何被他喚醒 就是正正因為他輸過血 撇除客觀科學的元素 因為他輸過血 所以他可以這樣說 就流了少少關於這個戰士的血液 所以他可以自喚醒機械人 但是真正我覺得是有一個超越的視野 就是剛剛在以下一個步驟 就是其實那些機械人 都是有自傳性的 他就發覺到原來這個 喚醒他的人 只不過是一個他不是太熟悉的人 他就不會用那種貴族的制度 去聽命於這個小朋友 這個男主角 但是之後 男主角整個劇情發展 就是透過他的努力或者表現 令到這個機械寵物或者機械馬 感到很感動 所以他就透過另一種形式去合作 就是一種朋友的形式 這個正正就是由原本 一種只受限於這個血綠 或者一些比較狹窄的狹義的權力 去慢慢進一步去提升到一個廣泛性的一個視野的進步 其實可以這樣說 其實鋼甲神兵的普及性的視野 或者有一種超越的視野 就是單憑一點已經好過這個生命樹 不過始終這也是我的個人見解 不是說大家不受理 但是希望我可以透過這樣去告訴大家 究竟怎樣去判斷 究竟作品的好壞在哪裏 諸如此類 好了 講第二部 就是要講另一部電影 就是由法國導演梅維爾所製作出來的 就叫紅圈 是一九七零年的一套作品 香港都好像有上過 甚至乎香港都有疊賣過 香港的譯名叫奪補群英 其實整個故事就簡單地交代 就是有一幫人要打劫 其實很簡單地 為何會無緣無故 為何會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整部電影是很少對白交流 所以我都很難去總結到一個比較有善性的劇情 總之就是有一幫人 就是五湖四海的離子 最終就聚在一起去進行一個打劫的行動 再講一下拍平時對這部電影的交代 其實紅圈應該是早前香港搞法國五月的黑色電影活動 也有播過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為何會說它歸類去黑色電影 就是因為它算是一種新型的黑色電影 黑色電影本身就是源自美國的一種片種 當然對於這些片種的分析主要都是來自法國人 甚至乎黑色電影的名稱都是法國人去創作出來的一種標籤 那一批原本的黑色電影就來自美國戰後 就是40至60年代 如果你計作一套是Awesome Wells的《Touch of Evil》的話 因為法國人就很喜歡這批電影 裡面關乎的都是一些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的疏離 蛇蠍美人 女人的一種很難的 對於男人來說是不可理解 但它又是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以及關於一些孤獨的偵探流浪 浪盪在這個充滿罪惡的城裡 發覺到這個城市沒有了很多普世的價值 諸如此類 很符合到當時大行其道的存在主義的思潮 所以他們將這批電影提升到成為一個擁有哲學價值的作品 如果沒有記錯這套作品 1970年的作品是 匯維爾的後期的作品 這套電影都蠻賣得的 它吸收了那一堆黑色電影 就像是德國表現主義的那種黑白感去交代 由於那時候的電影通常都用黑白片去拍攝 所以那種用黑與白光線的光暗度去構造的一些有力畫面的構圖 是比較適合一些 但梅維爾的電影 比如這套紅圈 甚至大家可能都聽過的 是獨行殺手 都是彩色電影 所以它有別於那種風格 反而它保留了那種人物的孤獨感 更孤獨的 因為它們有別於美國那種電影不斷說話 口水多個茶 那種人物的生活態度 它們那種人物全都很沉寂 多計謀 不會說任何東西 我講到這樣 大家可能都 如果是這樣 這傢伙是專拍男人戲的 大家又是重情義 又不說話 全部都是合道 那麼像香港某個導演的作品 就是這個杜其鋒 很多人都覺得杜其鋒的電影和他都很像 但是單憑似的話 其實裏面有些保留 都有些差異 到底當中的差異 是否只有那些演員和劇情的轉變 那裏面是否全部都相同 這件事很多普遍的影評 都去到一點就停了 它們只不過可以去到 就說這套戲好像杜其鋒的作品 它們只不過只可能是一種對比和類比 還有一些愛在地去分析 梅惠爾的作品 那我想說梅惠爾的這套電影 最主要是其實只有一點 就是想說在裏面的人物的遭遇 為何會造成這樣的局面 因為其實有別於大家 我的視點有別於一般的影評 就是執著在梅惠爾的所謂電影風格 因為其實都講到尋 當然它沒有說它不是錯 因為梅惠爾的風格都很值得去探討 但是我想說回的就是整套戲的結局那一刻 因為很奇怪地 整套戲本身都是一種很沉寂 很抑壓的一套電影 但是不知為何在最後的結局裏面 很多角色都突然之間有一種 你體驗到一種突然之間的激動和爆破 在結局是說他們其實有三個主角 一起合作去偷東西 其實他們一直都被警察去追捕 在最後突然之間 因為其實警察一直都是設計去捉罵他們 然後那些賊 即是那三個主角 逐一地被警察射殺 但很奇怪地 你會發覺到 每個角色在射殺的時候 都有一種很喜悅的感覺 突然之間好像解脫了的一種心態 那為何會這樣說呢 其實可以追溯到 甚至乎可以提出疑問 就是這種被射殺的下場 是否正是他們想期待的一個結果 其實這種所謂的解脫 其實可以這樣說 可以交代到為何梅維爾這套戲裡面的角色 全部都是充滿犯罪傾向 全部都是有一種奇怪地 好像他們的生命 除了犯罪之外 就是沒有其他事可以做 其實涉及到一種 應該是精神分析來說 是死亡拘力的 其實死亡拘力 根據法國心理學家拉康所說 他有別於佛洛伊德所認為 是關於身理或本能方面 其實他涉及語言的維度 因為語言有一種缺陷 其實很多分析學派的哲學家都發現 譬如說 當你說 語言是不可能只涉自身的 譬如說 當有一個警察說 你不可以動動的時候 這個語言的代理人 當然就是指向一個受眾 或者是可以被涵蓋於 他所說出的語言的定義裡面 但問題就是 但他自己本身 因為 語言涉及這方面的缺陷 就是 他很難去指涉自己本身 而他又必須透過一些 語話語的代言人 去發出這個詩 所以 法律裡面總是多一些額外 或者所謂不相稱的事物 就是 執法的代言人 就是那些警察 所以整套戲裡面 這個是不是死亡距離 總之是基於一點 其實很多人在心理上 都可以了解到這種事物 譬如很多人都突然之間 很想亂衝馬路 即使馬路的燈 已經是表示紅色 其實他不在於 他是想突然之間被車撞死 這更加不可能 如果是的話 應該不會純粹是 橫越馬路 站在滑馬路中間 等待被車撞死的時刻 另一方面 其實 他這種所謂的快感所產生出來 就是因為他可以 潛越那個禁令本身 而基於他可以進行這種潛越 所以他就有一種快感走出來 所謂的快感走出來 就是因為他可以 在這個禁令的受規限之下 他可以得到一些換取 透過這個潛越換取到一些 有別於一些奇怪的感覺 所以有很多人都 好像法文裏面 快感是 其實是由兩個 即有些人會將快感亦做痛快 即是先痛後快 他又有別於一種 一種 如月的感覺 他是一種好像 會枉死 好像很痛的一種感覺 但又覺得很舒懷 這一種正正就是 導致整個 整個電影為何那群人 全部都是純粹犯罪 他為何會那群人的生活和犯罪掛勾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可能那群 那群賊 即那群主人翁 其實都沒有意識地 圍繞著這個 一點進行糾纏 但他永遠 繞著禁令本身 是他 去生活 而且他想透過這樣 得到他自己的一個享樂 而這種享樂 其實正正是一種 避虐的 因為其實他要這樣的享樂 正正就是他要視禁令本身 真的一個施壓於他 高級於他的一種 的一個法律 他才可以透過這件事 得到他的享樂的感受 所以正正就是這樣 在結局裏面 那群主角透過死亡去 終結到自己的生命 而 可以這樣說 停止了他的一種 無意義的糾纏 的一個生命 其實今天都說了幾兩套戲 都發覺到 都說到生命的虛無感 在臨完之前 其實我也想推介大家看一套戲 可能大家聽到一些錯誤 就是這個 之前中國共產黨90週年 巨制 建黨偉業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 我這樣叫大家看 大家的心態可能都想 看吧 那一定是看共產黨 那群人如何扭曲歷史 如何歌頌自己和大鼻 或者 不應該看的 因為他一定有一種洗腦的成份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只不過是 大家會陷入了一種 去批判共產黨 那種 那種批判 陷入了那種批判之中 為什麼呢 你已經是 和共產黨那麼保守 如果你是擁有一個開放的思維 甚至你有批判的思維 其實任何一些 有洗腦成份的東西 你都可以衝破它 或者你可以去檢視它 你不一定要將它 根本你都沒有檢查過 或者去分析過 你已經將它劃進去 不可看的一個範疇 其實這個是和所謂的 保守共產黨一樣的保守 而且其實你看電影 就不一定是完全去 將它所有接納 其實你是可以將它 一些不好的成份 排除開它 以及將它一些合理的成份 保留 所以為什麼我要大家去看呢 就是因為你可以在這套電影 發現到當年五四運動的青年 如何去對一些 即是在當時那一刻 是不存在的一些 所謂的普世意義理想 去進行一種熱切的追求 即是他們不會去怪 這個 即是裡面說共產黨 就不會怪馬克思 為什麼不乾脆去交代 去怎樣去搞組織 怎樣去搞革命 他就是在批判 因為馬克思那些資本主義 只是在說這些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 有多蠶食人類的心靈 但他沒有說到有什麼方法 即是有一個真正實際的方法 具體的方法 是讓你可以實踐到 可以建立這個共產的理想 另一方面 他們又不會說 即是 另一方面 他們又不會普天打狗 希望為什麼這個革命不乾脆掉下來 有別於這兩種態度 他們其實是不斷自己製造一些機會 去希望達成這個意義 即是他不會怪罪 這個世界陷入一種虛無的狀態 然後自己就在那裡 這樣都虛無了 這樣一起 虛無下去 或者將自己所追求的東西 都不斷地折衷 追求一些很狹窄 甚至很皮毛的一些事物 所以大家其實都應該要看一看這套戲 而且還要是由保守的共產黨拍出來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可能有點超時 不過沒關係 歡迎大家收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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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